将本君的字 无奈青池公长座 你觉得古君上神会善罢甘休吗 他不善罢甘休 又如何 果然是活风 当日主神在世之时 要在我凤族择选神兽 你出身低微 我本不欲同意 可因缘际会 你还是得了主神的青眼 入了神界朝圣殿 此前冤岭沼泽一战 你还立下了不小的战功 此事甚好 我凤族余有容焉 而今 我欲将凤族族长之位 传授于你 吴焕 你可愿意 族长之位 我 吴焕 只是一个无凭采缝 真能胜任 如此大人 不知何故 凤族 凤族涅槃 久久未见动静 也罢 因缘际会 各有缘起 只是 你当记得 无论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 你都要守护凤凰降生 再向族长之位 归还于他 你可 听明白 我 你切记 凤凰降世 火凤涅槃 只有火凤凰 才是我凤族的希望 你当年降世之时就该死 老天侥幸让你活到了现在 可是你不止死活 拼要回吴统林寻找身世 还想要夺回凤凰之位 凤然 你有今日的下场 全因为你不知满足 贪图太多 咎由自许 你见过我降世 我果真是无统林凤族 那我的亲生父母是谁 他们为何要抛弃我 你不知道 好 本君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白 你的母亲是凤燕 是浴火重生之凤 是凤族 是凤族唯一的火凤 可是他不顾凤族 必将成为上古神兽的使命 私自与巫童之族无息 必试苟且 你就是他们的孩子 所以你也继承了火凤之身 有着凤凰之尊 如果我真的是凤凰 那我出生的时候 他们为何要把我抛弃在园林沼泽 自然是因为本君 我怎能容忍这世上 有人比我还有资格成为凤族之主 所以我派人跟踪他们 让丹凤杀了他们 可没想到 他竟然将你留在了冤灵沼泽 留你一命 是你杀了我的亲手父母 我要杀了你 十二时辰之后 你便会被这个魂元大法 吸干凌厉 化为骨血流丹 只要本尊吞了它 便可以成为真正的凤人 凤人 你的仇 生生世世都报备了 今日 本君将双喜临门 这些人 凤然出事了 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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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晴 你别急 我马上放你出去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灵活 我从没见过 没有用的 这是天后部下的魂元阵法 你剃不开的 是我母神把你管在这儿的 他知道你的神识了 你早就知道了 不然我 你能来救我 也不枉我们相识一场 你走吧 我不会走的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我母神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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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你啊 我死之前能够见到你 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我错了 我应该早点告诉父神这一切 这样 母神就不会伤害你了 我错了 夫人 走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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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你愿意 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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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